这次来杭州 我就是想为人民干一件大事 写一部宪法 主席 我觉得有毛泽东思想就行了 有没有宪法都一样啊 咱们俩想到一起去了 七大上 你们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开始我自己都不习惯 现在渐渐舒服了 用了几年 看来还管用 刚开始搞宪法的时候 有人也是这么说 认为没有必要 有毛泽东思想就行了 但是毛泽东在 毛泽东思想还行 我不在了 还会有刘泽东 韩泽东 也搞一个思想嘛 同志们有一个概念没搞清楚 宪法是一个大法 也要管我毛泽东 和毛泽东思想的 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 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 宪法就是这个章程 是根本大法 用宪法这样的形式 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固定下来 刚举目章 使全国人民能够看到一条清楚的 明确的 正确的奋斗目标 主席是对的 不是主席是对的 是主席亲自参与写宪法是对的 1954年 中国颁布第一部宪法 即五次宪法 当时北京市民还激动的到北京天安门 以游行庆祝 整个中国也都在学习和适应这个新事物 五次宪法颁布的这一年 7月23日 人民日报准备发一篇社论 叫做一定要解放台湾 彭德怀在省阅这篇文稿的时候 认为这句话中的动员两字是不恰当的 因为按照国际惯例 只有在国会通过对外宣战议案之后 才可以在全国下达动员令 或者说国家遭受重大灾祸 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下令局部动员 彭德怀所说的国际惯例 在中国当时五次宪法中 其实也有体现 五次宪法第31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或者说全国人大常委会 才有权限发出国家动员令 才有权决定全国总动员 或者局部动员 等到五次宪法颁布两年之后 1956年11月 彭德怀到某部视察 这时候彭德怀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元帅 彭德怀看到墙上的军人誓词上 第一条写着 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彭德怀说 这个写法有毛病 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 不能只说是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 彭德怀所说的军队现在属于国家 依据的就是五次宪法第2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 那既然属于人民 就不能说它属于某个政党某个领袖 到了1966年 中国进入文革时期 彭德怀观看军队的宣传栏 上面仍然写着 党指挥我们伟大的军队 毛主席指挥我们这一类的话 彭德怀就让人把这些字去掉 彭德怀说 军队是国家的军队 是有一套程序的 不是谁的军队 我们的举例就到这里 显然 从彭德怀的例子来看 至少有彭德怀这样的人 是想让中国往法治之路上去迈进 是希望中国继续沿着法治去建设的 但中国的法治之路 却遭遇了夭折 五四宪法虽然被称为 1949年以来最好的宪法 它的主要的起草人 恰好也是它的主要破坏者 五四宪法从诞生后就被虚致 这是因为毛泽东说 我们靠的不是法治 我们靠的是另一套办法 既然有另外的办法 那么宪法这些东西 当然就会放着不用了 我们这期就来讲讲 毛泽东主政时期 宪法是怎么被架空的 中国是怎样逐渐远离以法治国的 它对后代的中国人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大家好 我是老僧 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 即五四宪法 它虽然深得人心 但遗憾的一点 它并不得毛主席的心 五四宪法颁布的第二天 北京市民还在天安门广场游行 因为中国人渴望一部真正的民主宪法 已经有半个多世纪 而五四宪法确实是一部 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 它是用民主的方式协商 经过了充分的讨论 是在各阶层各团体的诉求上 达成一致的宪法 它确实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利益 但这就注定了 它无法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准确来说 它无法代表毛泽东个人的意愿 且不要说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单单就说伟大领袖的伟大规划 这些其实已经跟宪法有抵触了 知己一生白白远去这都市 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毛泽东对新中国勾勒出的雄伟蓝图中 他其实要求中国社会的每个分子 能够尽可能地服从于集体 能够听从集体安排 集体规划 就跟下棋的棋子一样 而这就很不符合宪法的精神 例如毛泽东想要把中国农村 变为比较廉价的生产基地 以便向城市和工业书写 这就需要农民乖乖地待在农村 待在各方面条件都更恶劣的农村 不能随便往城市跑 但五四宪法偏偏规定 公民有自由迁徙权 我们说树挪死人挪活 自由迁徙意味着 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生存环境 因此自由迁徙的权利 实际上是公民的生存权的一部分 而生存权是每个公民与生俱来 不可剥夺的吧 这也是宪法七草小组的意见 董陈美是五四宪法七草小组成员之一 他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著名的宪法学家 董陈美在回忆录中提到 我们宪法七草小组都认为 迁徙自由是重要的 迁徙自由是人的生命权的一部分 但毛泽东从一开始 就是不同意迁徙自由的 他认为人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 得有制度嘛 城里人就是城里人 乡下人就是乡下人 不能随便来回移动 但是后来宪法仍然做了规定 没有听毛主席的 而我们大都认为 规定迁徙自由是有必要的 这段话实在是太适合再读一遍了 后来宪法仍然做了规定 没有听毛主席的 毛泽东在中国 虽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威望 但这样一位有威望的人士 他的意见却不能成为最终意见 这似乎已经决定了 五四宪法最终的命运 他也同时为毛时代的一线运动 埋下了种子 我们知道培根有句名言 知识就是力量 严格地说把它翻译为 知识就是权力更准确 为什么说知识就是权力 培根是在1597年 也就是明朝万历年间 说这句话的 对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商人来说 他们想要获得更多权力 他们凭什么觉得 自己应该拥有更多权力 最重要的原因 是在他们看来 他们拥有了关于世界的更多的知识 掌握了更先进的真理 不管是发展经济还是发展生产的真理 而且他们去传播了这些真理 在这样的一个世纪 权力渐渐不再是由贵族所垄断 不再是由士气制 而是说权力是应该通过一个人的声望和影响力 在这个基础上来获得权力的 声望和影响力是权力的基础 在现代人看来 这似乎是一个比较浅显的道理 没有谁能够想象 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 却去拥有权力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提出三个代表 其中之一就是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其实就很有这个意味 那就是知识就是权力 他们要在先进的知识上 在真理上站住脚 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人 是掌握了更先进的知识的 所以我们执政是应该的 言归正传 在中国建国前后 共产党之所以获得那么高的名望 既是因为中共的民主和亲民作风 也是因为毛泽东等人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 在当时这些都是比较先进的理念 但同样的道理 像民盟民建等民主党派人士 他们的影响力也多多少少来自于 他们所持有的知识理念 他们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形成他们应有的权利的 拥有知识意味着他拥有权利 毛泽东拥有知识 但可惜民主党派这些人也都拥有知识 那些无党派的像教授专家知识分子 也都拥有知识 而同样的毛泽东的战友 亲密伙伴同事们也都拥有知识 也就是说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以及党类高层这三方都拥有权利 所以要让自己独享知识 或者说要垄断权利 就务必要去掉这些已经有知识的人 除了要去掉这些已经有知识的三方 甚至还要防止那些没有知识的人 获得知识 我们知道学宪法会让人获得知识 省大学会让人获得知识 这也是为什么早在1957年 也就是五次宪法颁布的三年之后 毛泽东就批示要取消中学的宪法课 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 取消宪法课 要编新的课本政治课本 为什么要取消宪法课 恢复政治课呢 一言以蔽之 这样才能搞我们的一套 取消宪法课的第二年 即1858年8月 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样说 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不行 但我们呢 有我们的一套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 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 我们不靠法律 我们有我们的一套 军队靠军法治人是治不了的 实际上是1400人的大会治得了人 民法宪法那么多条文 谁记得了呢 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 我也记不得 我们各种规章制度 大多数90%是私局搞的 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 我们主要靠决议 开会 一年搞四次 不靠民法 刑法来维持秩序 毛泽东提到的开大会 而这种开大会的方式来管理一切 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 从建国前到建国后 各种政治运动 他们其实就是开大会 各种形式的大会 而到了极致 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一次开会 直到开到你岛人再也开不了会 也就是去世了才作罢 对毛泽东等人来说 开大会为什么这么好呢 因为开大会方便 如果走宪法规定的程序 逮捕一个人 要先经过法庭审判 还要有公安机关发出逮捕令 就算把人逮捕起来了 对方还可以申辩 如果证据不足 还得把它释放 即使做了有罪的判决 对方还可以再上诉 有更高一级的人民法院来审理 这些说来说去太不方便了 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三年饥荒期间 中国的农民要去村外乞讨 也需要大队发放乞讨证 最终导致4000万农民饿死 这除了可以说明 千许权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说千许权是生存权的一部分 但不是这里的重点 在三年饥荒期间 除了这些被饿死的农民 其实还有一些农民 是被开大会开死的 这是怎么说呢 这是因为有些干部 就是用辩论的方法 来斗争干部群众的 这些包括像侮辱拷打 跪石子 拔头发 不让吃饭等等 这些是1958年12月 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报告中的内容 在当时 全国各地 残酷的案例其实是很多的 用这样的方式去开大会 是这些干部的一贯做法 有的公社干部 甚至用柴火 直接熏烤农民 把人活活烧死 要知道这些私刑 难刑 酷刑的现象 发生在五四宪法 颁布的五年之后 宪法颁布了五年 而各地的干部 依然是如此 无法无天的形式 可见中国的依法治国 还是任重而道远 假如对一个 相信法治的人来说 他可能会说 这暴露了我们广大干部 缺乏法律意识 所以我们更加要坚定地 去推行法治 然而毛泽东 思考后的结果 他的思考结果却是 仍然是要开大会 用整风运动也好 集体学习中央文件也好 到最后 集体学习毛雨露 早请是晚汇报也好 说到底 还是用开大会 对毛泽东来说 解决一切的办法 就是开大会 不要低估了农民的创造性 我们曾说民主是种生活方式 换句话说 实行民主制度 不代表就立刻有了民主 民主跟游泳 骑单车 做爱等事情一样 都是需要学习 需要练习的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有句名言 大义是中国搞不了民主制 这里并不去评判 这句话本身是否正确 李光耀之所以认为 中国搞不了民主制 是因为他认为 中国一直缺乏民主制的体制 缺乏这种土壤 换句话说 中国人就没有搞民主的经验 我们借用下这种逻辑观点 从法治的角度来说 共产党在执政之前 就是开大会 他们就是缺乏法律意识 缺乏依法治国意识的 广大干部原本就缺乏法治意识 而现在毛泽东更进一步 提倡人治 不要法治 所以发展到极致 那就是文革期间的 杂烂公检法 中共党员的缺乏法治意识 是比较普遍的 像刘少奇就说过 我们的法律 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 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 假如哪条法律 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 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这里面其实有两点值得回味 第一 怎么定义自己人和敌人呢 谁是人民 谁是敌人 谁有资格来定 第二 在有些情况下 人是不能完全放开自己的手脚的 我们知道 有一些精神错乱的人 他如果完全放开手脚 就可能会自杀自残 因为在他精神错乱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认为自己是敌人 而很不幸 我们担心的这两点似乎都发生了 牛少奇在文革中被打为公贼叛徒 也就是说成了人民的敌人 牛少奇说 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 现在牛少奇自己就成了敌人 所以法律也就注定不能保护他了 而在一个有法律的地方 即使是人民之敌 也多少还能有公开审判 甚至还有正常的刑罚 然而既然已经不要了法治 人民的手足已经完全没有了束缚 那么残暴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牛少奇最后被折磨至死 并且以画面的方式秘密火化 1967年8月5日文革处在高潮 牛少奇在中南海院内坐着喷气式飞机 比青年种的牛少奇想起来还有法律 他举起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 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 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 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 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嘛 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 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牛少奇说的没错 五四宪法第37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 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任免国家主席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你可能会问 刘少奇为什么对这条宪法这么熟悉呢 原因很简单 这一条就是他亲自主持制定的 1954年5月29日 刘少奇主持宪法七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讨论到检察机关是否有资格查办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 刘少奇认为 人大代表国家主席这些人员 如果犯了法 是必须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检察机关 才能查办的 这一条最后也确实写进了五四宪法正文之中 但问题是 此时的刘少奇想用这样一部 从诞生起就开始被架空的宪法来保护自己 恐怕是做不到的 因为一部无法保护平民的宪法 恐怕注定无法保护一个国家的主席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 请帮老森点赞支持一下 祝各位都有好的心情 用轻松的姿势张点知识 我是老森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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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